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趨勢指標 我是啟發東郭先生 台北股市如果昨天跟各位講的 第七天那個水轉折 那你必須要押回站買方對不對 那今天會漲 那今天漲28點 但是量並沒有做擴增 只有815億 815億 好 重點呢 端午節過後怎麼辦 我一直跟各位講 這裡是一個所謂的低點 10014那時候上萬點的時候 跟投資那麼談 錢多的歡迎去買 我在講反話 那跌到這裡來到9000 破了9200 這附近它是一個所謂的低點 它未來會反彈到 在端午節過後會反彈到9700 9700我都事先預告給各位了 好 那重點現在很多投資朋友想 那希臘會不會去 會不會去所謂的違約 會不會去脫離歐元區 我只跟各位講 歐元區老大是德國 那你想梅克爾夫人 會沒有事先想好應對政策嗎 所有的跟各位講 不管希臘脫不脫離 你以為梅克爾是一個沒有能力的人嗎 對不對 就德國總理嘛 對不對 他也是在歐洲是刺炸風雲 以前在70年代是塞吉阿胡林 對不對 柴契爾夫人 現在是梅克爾 德國一個工業大國 歐元區老大帶著十幾個 那個不成才的小弟弟 最爛的就是希臘 所以我跟各位講 不管希臘脫不脫離歐元區 那個利空 如果是利空 他已經反應過了 那如果在出來的時候 他反而是一個所謂的利空出境 那賞入最近都看不好 那你要看好 就比如來講 我一直跟各位講說 漲多的股票不要買 今天很多人會講這個股票 光環 做股票二三十塊光環不買 現在在這裡買 創高才在買 那這種就是所謂的投顧老師 為什麼 他們在做生意啊 很簡單 今天一萬八千多張 賞戶手路上有沒有這種股票 有很多 那如果我要做生意 我就講這種 賞戶手路上最多的股票 量價齊陽的 那告訴你 我帶著你做到一百一一百二 那你就乖乖拿錢出來去參加他 那你就會騙到四邊腦主計 請各位注意 如果你看到一個投顧老師 在買股票 是已經創高漲多再進去買 錢多的歡迎去參加 那些人都是很有 怎麼講 很有形象的 我跟各位講我沒什麼形象 我是一個台客 我就是扎扎實實 我只跟各位講 我帶會員都是押回整理碟市買 就比如來講 前天告訴你要買帽迪 我在買帽迪 對不對 那今天呢 昨天才消息出來 哇太陽能 可能第三季要大反攻 我買帽迪買在什麼地方 66號在什麼地方 我告訴各位 我只告訴各位說 你怎麼去買股票 我買在這裡 66號 我都是在押回整理碟市買 如果你參加投顧老師 是都是拉高創高在買股票 他每次都是這樣子做 很多投顧分析的人都是這樣 10個有9個 那你去買吧 反正後來你吃了 怕你就知道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說 不要參加投顧老師 那我跟人家不一樣 我都是押回整理碟市買 來 敦泰的時候 告訴你我在這裡買 你會不會買 不會 對不對 這幾天告訴你 創委我在這裡買 你不會在這裡買 對不對 之前凱聖我告訴你在這裡買 那你會在這裡買 我會在這裡買 賞戶會在這裡買 這裡發布力多 那投顧老師會在這裡買 所以我的做法跟人家不一樣 翔碩我會在這裡買 我不會在這裡買 我是不是在押回整理碟市買 就這麼簡單 好 OK啦 你去吃了很多錢 那在這裡端午節 端午節快到了 先敬祝各位 端午家節愉快 和家檀元 那重點未來盤勢怎麼看 好 我們先從短線上來看 昨天6月17號告訴你6月18號 這是昨天因為我忘記帶來 我用這一張寫對不對 9233 9228 9153 9153 所以我告訴你915到9230 來 請拉輕一點 今天一開盤 我就知道低點9191 高點9234 今天最低就9187 調整過後差4點 這邊差9點 好 OK 我沒看到後面 開盤在這裡 沒看到9334是今天的高點 那這是高點附近 這一根 我就告訴你 在這上面9234以上 你不要做追 收盤9218 那壓回來來到9191 這附近 那這個點 9191底下 這個點9187 那我問你 你如果開盤你在這裡追 豬頭跌下去 這裡可是450點 那砍到這裡 如果你知道這邊9191是低點 那這邊最低9187就漲上來 我有事後講了嗎 昨天即使我沒有調整9230 也是今天高點 好 下禮拜一 怎麼看 6月18號講6月22號 正對收向上在這裡 雙關架上線在這裡 正對收向下在這裡 雙關架下線在這裡 所以6月22號 這裡是多底區 這裡是空底區 來到這附近 你不要笨笨的先去做追的動作 那壓回到這附近 你不要笨笨的去把它砍掉 這裡是多底 這是空底 那事先做預算 下禮拜一開盤 我就知道高點跟低點在什麼地方 如果沒有狀況就照這樣 我已經在講6月22號 下禮拜一了 好 OK 那我們來談談 這個盤為什麼我一直跟各位講說 端節過後變盤是向上 好 OK 幾個動點給各位看 來 這高點 10014我這裡算1010對不對 然後我在這裡叫投資朋友 不要買對不對 錢多的歡迎買股票 那100110我就知道會跌到這裡 來 9176 我不是現在講的 這很多人想說 老師為什麼你股價或加權出來 你就知道高點在什麼地方 空底 就在這裡 所以當初我在10014的時候 在節目上面講 錢多的歡迎買股票 你小心會回跌到9176 賞戶在這裡抗 這裡抗壞 豬頭 好 OK 然後呢 跌到這邊賞戶抗壞了對不對 好 OK 幾個地方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看到後面 9197 這邊9177 好 OK 來到這邊 你再把它弄到周線去 周線 這是周線 下周是扣低轉折 扣低轉折 來 我跟各位談就這樣 高不過高低破低 斜率向下 高不過高低破低 斜率向下嘛 高不過高低破低 對不對 高沒有過高低破低 斜率向下 你看不好我看好 這周線 好 這就是我在教會員 你又想說老師 這個怎麼算的 你不用緊張 你是我會員我會教你 好 一樣在日線上 這日線喔 現在這裡 下禮拜三天我都算出來了 9220 9123 9134 都在扣低 所以他告訴你 下禮拜要漲 好 OK 那這個如果還不懂 我再跟各位講這個東西 這電子骨 大家注意看喔 電子骨 這裡有沒有破這個點 沒有喔 但是加權 這裡9177有破9191 有破 也就是說電子骨 它沒有隨著加權 領先破9191的所謂低點 所以反彈電子骨 它是一個所謂的主流 那電子骨 漲多的一些股票 你不要去做追 你要看之前超跌的 那種股票 你比講 比講玉金光 宏達電 或是一些超跌 像什麼翔碩 創維 敦泰中之前沒人要的股票 那這種股票 反而是未來會漲的標的 好 OK 那電子骨的部分 我們來談 之前這個高點 我這裡算出來對不對 好 那我要算出 它的一個所謂低點 我在節目上有算給各位看 那很多投資本想說 老師你用三關架這樣 我也會這樣子算 如果有這麼簡單 我跟各位講 我還有其他技術分析 我不方便在節目上面講 但是呢 我只用最簡單的跟各位談 我沒看到後面喔 他告訴你 357 357到362 中間 這裡就是多頭抵抗區 然後來到這邊 他告訴你帶量破線 我之前跟各位講 這邊帶量過前高 嘎山下跌 對不對 這邊帶量破前低 嘎山下 你要小心他會漲一段 所以來到這邊 我跟各位講說 你要再看 外資持股比最高的台積電 118到15回來在140 這個地方 沒有破 都只有虛破 沒有實破 收盤沒有實破 那 這個地方 台積電 是外資持股比最高的 那 他是一個所謂的風向球 所以他告訴你 好 電子股我跟各位講了 對不對 加權的部分 跟各位講了 好看一下加權 加權來到這邊 我現在就跟各位講了 如果我10014告訴你 會得到9176 對不對 然後我現在告訴各位 會漲到哪裡 事先算的 沒有事後 來 我先把這個消掉 不然會重複 你看不懂 9694 9694 這裡會漲到這裡 然後再用另外一個所謂基礎指標 然後 這一根是所謂沙多K 這裡是所謂的 Nick9 頸線 9075 所以這裡會漲到 9694 9705 也就是告訴各位 當初在1萬點的時候 10014還沒到 我就告訴你 10010 這裡10014 這裡 他告訴你 他會得到9176 然後呢 用很多的基礎分析告訴你 9176 還有剛剛一個9197 那來到這邊 我會告訴各位 未來會漲到9700 那這個如果還不懂 我再給各位一個東西 來 這周線的部分 周線的部分 你注意看喔 上周 上周是4820億 本周 只有2357億 來 量為價的先行指標 量縮 不為頭 反為底 聽得懂嗎 量縮為底 不為頭 所以 來到這個地方 那代表 再下殺下去 是賞後再殺 所以你在殺下去的時候 它剛好是一個所謂的低點 聽得懂嗎 高檔 就是高量 高量 就是高檔 低量呢 你告訴我接下來那句話是什麼 高檔高量 低檔 低檔呢 低量呢 高檔高量 低量是什麼 低檔 就是這麼簡單 認同我的理念 永遠想要買在 我跟各位講 我很多的技術分析 我不方便在節目上面講 我很多特殊的技術分析 以前到我免費技術班的 都知道 我在節目上都講 最簡單的 但是呢 我一直跟各位講 加權的高低點跟未來的盤勢 郭憲政這一杯子還沒錯過 那這種技術分析 大家也可以學得到 而且 股票的部分 我永遠是壓回整理跌勢買 所以我都買在相對低 我會受傷嗎 不會 我買在相對低的 結果呢 你每次都在做追的一個動作 那你怎麼 不管你怎麼去追 如果你做股票 是用去追的觀念 創高買 漲很多才進去買 拜託各位 求求你不要 你不要玩股票 你的個性不適合玩股票 你玩得越久 輸得越多 這一句話 我忠言逆耳 希望你聽得進去 那你參加其他投資老師一樣 都是大量 高檔高量叫你追 高量 就代表賞戶手上以後 要講這種股票 才吸引到 你來當他的會員 但是呢 因為我都是押回整理碟市買的時候 我都是在低檔買的時候 有沒有人會鳥我 不會 因為我買在低檔啊 買在低檔 還沒開始漲 我都介紹低檔未來會漲的股票 未來還沒到啊 所以你就會把它給打強 聽得懂嗎 在家裡吃了一堆肉粥 希望我講的話你聽得懂 認同我的理念 想要賺錢又學技術了 我跟各位講 6月8號 台北技術班開課 我會教你 切割率 我發明三關價 我發明三關價 還有三轉折 余轉折 這我發明的喔 出資進租 均線 道士形態學 盲點破解 很多人一輩子都不知道 當中隔日通 預算 預算式 技術如何操作 預算隔日漲跌與價位 標股的起工模式 認同我的理念 你只要花一點點的費用 但是你得到的是 一輩子受用的 注意廣告中實在電話 6月28號開課 會員全部都免費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現場 再跟各位繼續談 市場上沒有事先預算的技術 只有郭憲政能教你 而且我教你技術分析 不是只有一種特殊技術分析 有很多的技術分析 做一個組合 所以你永遠知道 加權跟個股的高低轉折點 6月28號開課 那只要是會員全部都免費 為了幫助全國投資朋友 你只要花一點點費用 但是你得到的 卻是一輩子受用的 我沒有再跟各位開玩笑 很多人都這麼做 他們得到的 就是一輩子受用 大賺小賺都賺 想要賺錢 學技術讓你一輩子受用 速播023898689 023898689 6月28號台北開課 慶端午 啟發頭顧五五回饋 祝您佳節愉快 奪標行列邀您同行 讓您財運亨通 參加頭顧會員 一定要參加啟發頭顧 0223898689 2389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趨勢如何掌握 其實你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頭顧 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 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頭顧 0223898689 23898689 午餐 冷氣調高點 風景美一點 燈光調暗點 氣氛好一點 節電 是今夏最美麗的流行 好 歡迎回到將長 來 我們看一下 這一檔 6104 創委 跌到這裡 頭顧老師會介紹這種股票嗎 不會 因為他是在低檔 在這裡介紹沒有績銷 他要在這裡介紹 介紹在這裡的 死掉的都不講 然後我在這個高點我事先知道 我知道高檔這裡 我就知道這邊的低檔 我會在這裡買 611號有跟各位講 排勝第二 我沒有買 有 頭顧老師像我實際上買在低檔的 沒有 全部都是長高去買 創高去追 這樣才做得到生意 我一直跟各位講 頭顧老師我試圖想要改變那種生態 但是我改變不了 為什麼 因為賞戶就是賞戶啊 但是會跟著我的不是賞戶 都是厲害的人 Sense比較高 比較高 那歐巴桑 歐地桑比較不會參加我 他去參加每天都大賺 一年365天 每天都大賺 笨 來 創委 之前在高檔的時候 我沒看到 這裡就高檔 氣勢 然後呢 我沒看到後面喔 好 我們看到後面喔 我要抓到低檔 我要抓到低檔 然後呢 很多人說 老師你怎麼這樣算 我先跟各位講 我還有其他技術分析 不方便在這教各位 那我用最簡單的 如果來到這附近 非洲斑馬歐巴賣 我有沒有在這裡買 有啊 你剛好看到口訊單了 頭顧老師在這裡買 是收不到會員的 頭顧老師要在這裡買 才收不到會員 但是我帶會員是要賺錢的 我都永遠買在相對低 所以你參加 你那時候參 創委在這裡的時候 是參加人家 對不對 錢多的歡迎去 然後呢 來到這邊 你把它砍掉 我會在這裡買 我做的就是跟不一樣 翔碩 這個點我這裡算出來 也是Type C 沒看到220 對不對 那下來就告訴你 這裡是多底區 這裡是多底區 那上來 站上轉折價 我會在這裡買 160 現在190 外面買 我都買在低檔啦 我都是在低檔買 郭憲政就是這樣說 6244 茂迪 這裡沒看到 這裡我就知道 如果跌到這附近 是一個買點 那我會在這裡買 我有沒有買 我在616 在節目上跟各位講 茂迪 第三季會大爆發 對不對 做股票就這樣子做啊 就這樣做啊 3545 來 敦泰 這都是當初沒人要的股票 敦泰 我在這裡買 這個高點 這裡算出來 拿下來39塊 我就知道它會跌到27到28中間 來到這邊 我會在這裡買 我會在這裡買 郭憲政如果是事後講的 把我給打槍 好啦 廢話我不跟各位多說啦 每天你都要去漲停板的 每天一年365天都大賺的 你跟著他吧 反正到時候你再來找我嘛 就這樣 就這麼簡單 那我跟各位講 618號 免費技術班 針對會員的免費技術班 那是會員全部都免費 免費 賺錢給自己找我 賺做拔丁 請你找別人 我已經跟各位講過了 我自己做就夠了 我不需要再打滾賣高興 我想教一些 投資朋友變高手 就這麼簡單 這是我自己的一個孫子的目的 也給各位一個孫子 正本清源知道 所有老師在幹什麼 需要有幫忙 想要賺錢學技術的 最廣告宗師的電話 祝各位下禮拜操盤順利 端午佳節愉快 本公司與所推薦飛機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好 事先預算技術 只有郭某某可以教各位 來 獨步選股技巧 預算明日漲跌跟點數 然後喜功K怎麼去算 當沖隔日沖 三冠價趨勢轉折 三轉折 五轉折的綜合運用 均線理論道士型態學的 這個就是破解點 先賺錢再學技術 一個月的費用 給各位三個月服務 你只要花一點點的費用 但是你得到的 卻是一輩子可以受用的效應 你做股票跟加權的部分 你未來不會追漲殺跌 你永遠都會是賺錢 速播 02389 8689 02389 8689 6月28號 台北技術班開課 縱野飄香慶端舞 啟發頭顧 五五回饋 祝您佳節愉快 獨標行列邀您同行 讓您財運亨通 參加頭顧會員 一定要參加啟發頭顧 02 2389 8689 2389 8689 您是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使他開庫當年啟動至聖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知情再見 02 2389 8689 02 2389 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虛勢如何掌握 其實你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頭顧 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 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頭顧 02 2389 8689 2389 8689 數位機上河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河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我派親密窗 專利複合式倒快 隨便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俄牌氣密窗 2987 1111 欸 寶貝啊 我們賺點錢你都存在哪 對啊 而且是我在說存款保險 知道了也不用怕安啦 那你知道存款保險最高保 為新台幣300萬元了嗎 我知道啊 然後不只是台幣存款啊 還有外幣存款都納入保障了耶 先生 你是放後說這個幹嘛 我是想 想說我們差不多可以結婚了吧 就是幾乎 我 我 這次是麻煩 當古事千變萬化 當操盤千同萬序 當機會千載難逢 昨日起用一起 感谢观看